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 菲律宾非法补给人爱礁被中国海警拦截的事 看哪呀 人爱礁的马德雷山号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8月5号菲律宾的军方试图向故意搁浅在南海人爱礁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 运送补给 中国的海警船实施了坚决的拦截 拦住了一条 放过了另外一条 菲律宾方面报言说只能有一半的常规供应送了上去 所以他们还打算再补给一次 中共政府对这次事件的表态是非常迅速的 在以往的海上主权斗争中 中方多数情况下不会放出现场的视频 这与我们对外宣传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但是在这一次 中方在事件发生三天以后 就对媒体公开了现场的视频 这意味着中方在杜征策略和杜征手段上的调整 菲律宾在解释两条补给船任务的时候避重就轻 没有承认这两条船上运输的货物是不一样的 其中一条船运输的是马德雷山号上留守人员的食品和饮用水 这些后勤物资 而另外一条船上运输的就是建筑物资 打算用来加固马德雷山号建设永久或者是半永久性的居住设施 这显然是中方要加以阻止的 马德雷山号是菲律宾1999年5月8号故意搁浅在仁爱礁上面的 菲律宾想用这种耍赖皮的方式 长期的霸占仁爱礁 在这条船上长期驻守着一个班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 他们实际上是侵略了中国的领土 但是在一条已经生锈四处漏风 随时都有可能会解体的破船里面 吃不好睡不好 这确实也让菲律宾人头疼 但是在这二十几年时间里面 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也是咬着牙熬下来了 这一次之所以要向马德雷山号运输建筑物资 可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有可能是在美国的怂恿之下 菲律宾想在仁爱礁主持权物问题上做进一步的挑衅 迫使中国做出过激的反应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马德雷山号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再不做一些修理和加固 那就解体了 我们从菲律宾发布的照片上可以看出 这条船的侧弦已经绣穿了 船只早就失去了航行的能力 如今甚至连脱带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如果不做一定的加固 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耍赖行动 就有可能持续不下去了 但是中国不会给它这个机会了 从现场的具体情况看 中国的海警船向菲律宾的运输船发生了一轮水炮 但是高压水龙都是射在菲律宾船边的海面上 作为旁观者 人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过瘾 但是根据专业人士的解释 海警船上的消防水炮威力很大 如果直接冲击菲律宾这两条小船 可能会造成船的上层建筑解体 船上的人员也可能受伤 也就是说中国海警还是给飞方留了勤面 菲律宾的补给人员 看来也不是第一次和中方打交道 他们迅速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向右改变航向离开现场 如果他们知迷不误坚持不退 那下一轮水炮可能就真的要打在船身上了 事件发生以后 西方媒体做了大幅的转载 但每一个方面就很奇怪 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馈 既没有宣布自己要派前海岸九月队的船只 前面驻站 也没有宣布要给菲律宾提供 吨位更大抗冲击能力更强的船只 甚至都没有向中国提出正式抗议 这样的反应 让菲律宾政府非常完美的演绎了 什么叫炮灰 如果这次中国海警船动用的不是悬侧的水炮 而是前甲板上面的76毫米的宿射炮的话 那这些侵犯中国领海主持权的 菲律宾海岸警门的人员 一个都别想回去 事件发生以后 中国大使立刻会见了菲律宾副外长 表明了中方的立场 这也意味着马德雷山号所造成的这场闹剧 到了应该有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了 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不能无休止的赖在中国的领土上 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 我们是围观马德雷山号自己袖式解体 还是菲律宾派船把人接走 这些都取决于菲律宾政府的政治智慧 当然 他们要是缺少这样的政治智慧 或者是目光短浅 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那马德雷山号的这几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 就有危险了 好 这些话节目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